台积电新增订单已经高过台积电最大负荷,现在都进入排队等待中,台积电对5纳米工艺定下了20%的营收占比目标,原本以为失去了第二大客户的台积电。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那么容易,可是越来越多的晶片设计厂商都迈入了5纳米工艺行列,加上三星大客户高通将晶片订单全部交给台积电代工。 原因是由于三星晶片良品率造假的问题,三星的声誉直线下降,这背后也是因为三星在3纳米到5纳米工艺中出现了良品率极差问题,并且由于订单新增以及高通公司的加入,让三星不得不开始延后交货,三星高层内部针对自家晶圆代工厂低到难以置信的良率,立即展开深入调查。 根据业界人士透露,三星电子的自查有两个目的,一个是调查原定于提升良率的几大笔资金被用于何方,另一个就是旗下电晶体工厂的产量报告是否在凭空捏造。 据了解,此次良率问题主要集中在5纳米、4纳米、3纳米这三个高精度工艺节点上。 要知道,这三个节点可是三星电子超车台积电的关键节点,难怪该公司会对良率问题如此上心。 一方面是因为,三星电子对凭借高精度工艺赶超台积电的计划寄予厚望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,为了超车台积电,三星电子在上述三个工艺节点的研发和量产上的确投入了大量资金。 钱都砸进去了,效果却远低于预期,三星电子自然要足迹彻查。 其实不难发现这背后的真相。 从高通的888和8GEN一晶片功耗就能够发现,三星终究还是达不到台积电的水准。 之所以高通愿意找三星,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便宜。 毕竟少了麒麟晶片后,高通已经在国内市场一家独大,国产厂商已经没有任何选择。 三星对内部展开调查,而在2月22日,根据报道显示,三星集团最近对其晶圆代工的低产量展开了内部调查。 据说调查有两个主要方向,一是最初计划用于提高量品率的资金用在了哪里。 另一个原因是,三星怀疑自己被下面的部门欺骗了,怀疑自己下面的代工厂产量报告是捏造的。 现实,管理咨询部门的怀疑对象是DS部门现任及前任高管,调查内容包括,之前递交的良率报告是否真实,用于提升良率的资金,究竟流向何方。 伊比特熟悉三星电子内部情况的高管表示,由于晶片代工厂交付的数量难以满足最近的代工订单量,我们对非记忆体工艺的良率表示怀疑,众所周知。 基于此前良率报告的数据是可以满足订单交付的。 三星这次的内部调查肯定不仅仅是调查问题,事情过后必定会解决问题。 毕竟,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,三星启动的这项调查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? 因此,在未来,三星很可能会通过这次内部调查来解决其自身的问题,实打实地解决良品率的问题,从而挽救自身不断下降的市场声誉。 对于业界的种种传闻,三星电子表示不便多加透露,不过这件事情也对三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以至于苹果和高通将订单都转向了台积电。 苹果、高通订单转向台积电,现实,台积电和三星正在竞争5纳米及以下的先进工艺,是全球为二有能力生产3纳米晶片的代工企业。 由于三星代工的产量较低,高通公司已将其4纳米AP处理器骁龙8 General 1的部分代工订单移交给了台积电,而台积电此前是三星电子的独家代工。 此外,高通还将其3纳米AP处理器的代工订单移交给台积电,将于明年独家推出。 三星最近的坏消息不仅仅来自高通,据说在苹果的代工订单方面, 台积电已经凭借助自己,比三星更加先进的制程,成功斩获苹果全部的5G射频晶片订单。 这个台积电代工的5G射频晶片,有可能会在今年苹果就要发布的iPhone14上面发布。 不难看出,无论是苹果还是高通,这些企业正逐渐从三星向台积电靠拢。 如今,台积电可以说已经逐渐赢得了三星和高通的青睐,无疑可以吃饱了。 这一结果最终也将对台积电产生巨大影响,随着台积电越来越受到苹果和高通的青睐,在未来的晶片代工市场上无疑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,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。 此外,三星在晶片代工方面的实力并不弱,其市场影响力也不小。 不过现在,台积电几乎将三星挤出晶片代工订单。 虽然台积电本身就比三星实力强,不过这样一来,无疑也能向世界展现出台积电自身强劲的市场竞争力,无疑大大增强台积电的市场影响力。 在这样强大市场影响力的作用下,未来,对于台积电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也是大有帮助的。 这也使得台积电5纳米订单不断,实现20%的营收占比目标不是太大的问题了。 然而台积电又面临新的问题,那就是总部地区时常出现电力短缺。 这会给台积电带来什么影响呢?又该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? 7纳米是台积电最大的营收来源,贡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营收,其次就是5纳米了。 由于初期对5纳米生产线的投入较大,又是台积电最重要的高端工艺组成部分,因此台积电一直都希望加大来自5纳米的营收比例。 而情况也如台积电所愿,除了苹果这个最大的客户持续下单5纳米之外,联发科、高通、英伟达、比特大陆、博通、AMD等等晶片设计巨头都将5纳米晶片订单交给了台积电生产。 有了这些客户订单的支持,台积电5纳米生产线几乎就没有停歇过,生产线已经是爆满了。 为此台积电还挪用了原打算生产3纳米晶片的生产线,用于缓解5纳米生产线不足的问题。 换成是别的公司,生产线爆满,肯定是件好事,台积电也是如此。 只要给台积电足够多的时间,完成客户订单生产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 要科技有科技,要设备有设备,可台积电又面临新的问题,这个问题关系到生产线能否正常运转,那就是电力供应。 3月初,台积电总部地区又遭遇了大规模的停电事故,有500多万的家庭住户受到了影响。 台积电总部所在地的新竹科学院区工厂也遭遇了停电,不过经过台积电的调查回应,对停电事故表示没有影响。 在这次短暂的停电事故中,台积电的生产线依然保持运转状态,生产并未大规模停摆。 虽然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停电事故,也已经透露出台积电所面临的问题,不容忽视。 这次没有造成意外,但如果到了夏季用电高峰期,再加上台积电生产线全天候运转,大量的5纳米晶片订单对电力的供给,能源的消耗都是非常巨大的。 哪怕工厂停电几秒钟,也能可能导致正常运转的电晶体设备失效,造成晶圆损坏。 而台积电又是出了名的用电大户,2020年用去了160亿千瓦时的电量。 尽管台积电建起了完善的供电系统,在工厂周边肯定也会有备用方案,可台积电也无法保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停电事故后还能安然自若。 毕竟晶片生产本就需要做到万无一失,有一丝丝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晶片生产失败。 那么台积电该如何解决电力持续供应的问题呢? 台积电如何解决电力问题? 晶片制造对电力能源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,若没有足够的电力支持,生产线就无法运转,造新就更不可能了。 而台积电解决电力问题的措施也是有的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 第一个方面,将工厂建设全球化,在世界各地建厂分散晶片生产压力。 台积电已经推进美国和日本的晶片工厂建设了,美国建设的是5纳米工厂,已于去年6月份正式动工。 日本工厂也会在今年4月份启动。 台积电位于美国和日本的工厂都计划在2024年投产,一旦投产成功,那么台积电将在海外掌握更丰富的产能。 最重要的是减轻对总部地区的生产晶片用电压力。 这种将工厂建设全球化的管道,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单一地区的用电需求。 第二个方面,大力推进绿色能源的应用,摆脱对传统电力供给的依赖。 现在很多地区都在推广绿色能源,建设水力发电站,风力发电厂等来实现稳定的绿色能源应用。 不仅可以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,还能摆脱对传统电力的依赖。 台积电已经和奥斯特德签署了长达20年的绿色能源供应协定,到时候会在总部地区范围内建设风力发电厂,从而获得长久的绿色能源供给。 台积电面临电力供应的问题,若只是低频次的晶片生产需求也就罢了,可是现在台积电被许多大客户下单5纳米。 如此多的5纳米订单对生产线的负荷是比较大的。 一座大型生产线可能需要同时调动好几台EUV光刻机,这些大功率电晶体设备没有一个是省电的。 台积电5纳米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入生产线,这看似是件好事,实则台积电也面临不小的生产压力。 不仅将3纳米生产线挪用5纳米还时不时发生停电事故,台积电也不可能保障每次停电都没有事故发生,所以台积电要想持续保障晶片供应,就得先保障电力供应才行。